我大概是2012年开始接触改装这一块 那我在2016年组装了我第一台水冷电脑 亲手做了后我才慢慢发现到 电脑改装可能还需要很多多元化的技能 一开始解开ZL500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想要把整个散热的模组改装成水冷 我发现空间非常的小 那我要如何把我的一开始的预想水冷头 设计在整个layout里面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跟困难 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多追求高效能 然后硬体高规格的情况 可是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散热的效果 我相信以后如果有人想要改装他自己的笔电 一定会从这一方面来去着手 去改善散热的效果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